今年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期间,也不知怎么的,求你的矛头都对准了国族,好家伙,铺天盖地的骂声如潮水般涌向了国族,谈美白展示世界,黄熙姐三国族言论,都让国族脸上挂不住, 但事情过去了,民众的心情却非常开心,因为国族薪水高,有众多网友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国族,反正我赢不了求,我不要几千万年薪,给我一半就行,最近岳云鹏和陈赫搭档做了一期节目,里面岳云鹏成为国族练习生调侃国族,能加入国族,只有一个优点,那就是服输,主持人问,要是输给泰国, 能接受吗?国族练习生月云鹏,小意思,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荣誉感,主持人,输给伊拉克呢?国族练习生月云鹏,小意思,就当送温暖,主持人,输给雪莉亚呢? 国族练习生月云鹏,垂胸顿足几秒后,这个我的换一会,听说,他们还在打仗,球鞋都买不起,输给他们,我稍微有点,挂不住脸,你想加入国族吗?年薪几千万我。